和大家今天去分享的一个题目 就叫做要忠心 其实就是最近我见到神学院 就叫我回去讲一个开学礼的讲道 我的题目就是大家刚才唱的诗歌 就是把冷漠变成爱 我和整个见到神学院的老师 和院长和学生们去分享 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回见到的时候 前一两天我家人一家四口 一个新的家庭 不若而同都是唱要忠心这首诗歌 连我女儿都一起唱 当然她没有诗琴 其实她是弹琴的人 今早我昨晚又去一个小型的报道会 七十文岛 是顶前梅元朗堂的一些寿宴 一些是生日的聚会 邀请很多亲戚朋友来参与 尤其是玩到大 我觉得其实昨天很累 但是很开心 为什么呢 见到顶前梅很着弱 透过自己的生日晚宴 去邀请亲朋来听福音 来自美国的 来自中国的 台湾 新加坡 不同的地方 都来到这个生日里里面 来到听神的福音 还有听神 如何祝福这一对的夫妻 祝福他们 百子千孙 祝福他们如何成为蒙福的家庭 我又跟他们分享 Jonathan Edwards 我得华知 他如何去选择 Sarah 这个家庭 他跟神说 无论他几穷的家族 都要敬拜 敬畏 侍奉 主耶稣基督 大家在我们 因福三宝里面 第二宝 你都会见到这一课 就是说他们的家庭 有两个家庭 一个家庭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后代都不信耶稣 但最终这家庭里面 那些著名的大学 美国的统计 二百多年历史 就是美国 就发现 这个家庭里面 所出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社会的寄生虫 隐君子 吸毒 或者是打家劫舍的人 很多很多是一些 是社会里面 大家都不想见到的 一些的现象 但是 Jonathan Eriks的家庭 他决心 无论多穷 他都来到要敬畏上帝 出此他不单止建立了 普林斯顿的大学 还有在当时 在整个美国的大觉醒运动 Great Awakening的运动里面 神怎么去使用这个家庭 去成为 就是千万生命的祝福 在整个二百多年的里面 神是使用这个家庭 出的是一些 副总统 律师 医生 法官 老师 神学院的教授 还有是社会工作者 还有很多贡献社会的人 我们不是说 未信耶稣的人 不能够贡献这个社会 不是 我们只是 Single Out High Night 一件的事情 原来敬畏上帝的家庭 是蒙福的家庭 和大家一起读一读今天的经文 可不可以 是过不了后书五章十四节 至二十节 我们在PowerPoint里面读一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 这样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 认识人 纵使我们会经按照人的看法 认识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 刺给我们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使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 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使 就好象上帝 借我们 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与上帝和好罢 上帝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使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上帝的义 我一起去祈祷 天父我们多谢你 猜显你的爱子 独一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我们成就救恩 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被钉身在十字架上 流出补血 洗干净人类的罪 你借着耶稣基督 去邀请人与上帝 你自己和好 又将这个和好的即使 赐过所有属利的儿女 天父今天我们受托 去接受这个圣职 每位鼎姊妹 就是神所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基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圣经透过比特 很清楚告诉我们 是要叫我们 受着这四重身份的时候 是要去宣扬那位 照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求祈帮助我们圣灵 充满我们 掌管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有能力 智慧健康精神 为主奔跑 串阳神的救恩 叫人 叫世人 与上帝和好 荣耀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成名 对吗 最近去 这几天听一个见证 最近我和师母和女 去了两趟的温哥华 第一趟就是探 我的院长是我们维珍神学院 UBC维珍神学院的院长 James Houston 他多年前离开牛津教授的职份 来到温哥华 去开展一间新的神学院 是福音派的神学院 高举圣经 唯读圣经 唯读基督唯读恩典 的一个神学院 短短25年 他那个国际的地位 已经若升是头十名之内 北美著名的神学院 他来这个地方 去开荒的时候 其实都不知道有没有量出的 有没有伸水都不知道 但是神使用他去邀请 不同的著名在英国 在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 混习在一个地方 来到去宣扬神的福音 无论FF Bruce John Stock 或者是以前教我的Klaus Borgmiel 现在在剑桥教书的Marcus Borgmiel 这些德国的神学家 在Dr.J. Packer 巴克博士 他都是我的恩师 我也说过 在我人生侍奉的低潮的时间 甚至派遣他成为一个特使 来到香港的里面 和我祈祷 以至我能够在低谷里面 和师母来到神 来到去提拔我们 叫我们重拾 去侍奉上帝 继续与忠心 这个的照明 这个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我的老师 我的院长 已经101岁 所以最近我在Vancouver 两次的里面 我都鼓励我们恩福的长老 我说你70多岁 很年轻 我的院长101 都是不住传福音 医护中心 寫书 令人归主 来做熟灵的导引 港道站在45分钟 面不改用 101 这里有没有101的 特使姐妹可不可以 举手 101 或以上的呢 加上才有 是吧 台湾有101的大楼 我也上过去 我上到去的时候 见到万家灯火 我就和邱青大博士一起祈祷 为台湾的婚姻家庭祈祷 没错 101 仍然很年轻 来到为主 来到去 发声 传福音 领人归主 我和师母林 离开他的住所的时候 他拔着我们 他说一定要得到祝福 你才好走 一会儿不要太早走 要祝福你才好走 我们见到上帝 是很幽默的事情 直到我们120岁的时候 我们仍然都要向上帝 来到忠心 你想一想 摩西 我最近看一些书 就是新中年 很多年前 这本书 现在买到断股 是美国的作家 他说 其实人类学家 已经把人的年龄 拉长了很多 百多岁 是普通事情 新中年这本书 提醒我们要有使命的人生 如果上帝给我们健康的时间 我们的健康是用在哪里呢 摩西120岁 但圣经怎么说 眼睛没有分化 这里有没有人看他戴眼镜 可否举他手 对了 你想不想你120岁的时候 像摩西那样 眼睛没有分化 你想的 请他手 很多 120岁 眼睛没有分化 是不是 加勒 我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我仍然会拿到希伯伦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你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 其实决定的权在上帝的手里面 如果上帝给你弃悉生命的时间 你会不会仍然都要忠心 就算所有人的便捷 离开主道 但你仍然忠主托父 像院长叫我多点关心 我们见到的校友 我说好 大家最重要是同行 就是 原来 神就是要我们 致死的忠心去全阳神的道 有一个家庭 有一个牧师 就叫做孙波徒 都是住在Vancouver 穆允教会 梅允教会 他太太叫做高伟邨师母 其实他们的儿子现在是16岁左右 就是today 但是儿子未出生的时候 妈妈有一个遗传 就是爸爸是蓬光岩 他有一天去洗手间的时候 整个马桶都是血 他很害怕 但是他祈祷 他说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呢 就是这样 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医生 给他自己帮自己打针 每天打针 打在肚瓷附近 他当是一个 好像吃营养补品 就这样去度过他 那八九个月的时间 平安地把儿子生下来 平安地把儿子生下来 当时他在怀孕 差不多临盘的时候 是42岁 42岁 他只能靠着上帝 他说上帝你要我 那个儿子平安出生 这是你的主权 就算如同医生所担心 是有蒙古症也好 我都要生他 所以他抗拒 要抽羊水 就像我们昔日 我们第二胎的时候 医生都叫我们 考虑我们要抽羊水 当我们不肯抽的时间 医生都会骂我们 为什么你这么没有爱心 为什么不抽羊水 我说 为什么抽羊水 就有爱心 不抽羊水 就没有爱心 他说抽羊水 如果发现有可能是 弱智的时候 我们就要打掉这个胎 但他说 不是 这是神的产业 无论如何 都是要生他出来 结果是很健康 这个是女 其实两个多钟 他已经出来了 自然分娩 第一胎是 否复的 那个要几个钟 但都很平安 都很健康 原来神祭要我们 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 不单止传福音 都于忠心 是忠于上帝的话语 是夜话上帝的产业 二女是上帝的产业 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 所以我要忠于上帝的托福 这位高伟川师母 其实他是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他在北京的艺术院里面 首一指的艺术评论家 很多年轻艺术家 都希望能够拿到他的密保 拿到他的文章 在国际期刊里面 在中国著名的期刊 艺术期刊里面 是能够有他写几笔 去评论他的作品 甚至他去到一个地步 他自己都违心 明明那个作品很普通 他都要写到他好 原因是他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是违背自己的良知 但是十多年里面很出名 甚至每一天的工作 就是吃饭 去不同中国最出名的食屎里面吃东西 很多人都很期盼 就是他能够揮笔写几句 是评论他们的艺术作品 是上乘的 但他觉得很痛苦 后来有一天 有一位他的女朋友 他也是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的朋友 在澳洲信耶稣 就回到来路径北京的时间 跟他讲福音 用福音桥跟他讲福音 他说我们是艺术的人 你逼个福音桥 我这本小冊子 做什么呢 那就拜他信耶稣 想不到他觉得 这个世界里面 真是一位奇妙的创造者 于是他就跟着这位姊妹 一句一句的接受耶稣 耶稣基督族的个人救主 和生命的主 而且带了一本福音桥 回到家再世上 然后他又 因为这位朋友 送了一本圣经给他 于是他就打开圣经 逐卷去看 他传到书的时候 他觉得很认同人生 其实就好像全图书所说 虚空的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并无身事 人总要第十二章里面所说的 就是敬畏上帝 少年人 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但为这切事 神必审问你 桑门王在他晚年的时候的失败 在他人生里面 圣灵给他的启迪 要他写出全图书 是叫世人去敬畏上帝 这位高伟村师母 就是这样 要信耶稣 将他一生的主权 交给上帝 神也带领他去温哥华 去到外国的地方 去读神学 和牧养教会 有另一个老牧者 跟他说 如果有小朋友 在牧养教会上 会方便一点 容易认同 但其实他42岁 他交给上帝 但想不到 生了一个小朋友 一个男孩 是很健康 他的见证 是传遍了加拿大不同的角落 我不是叫大家42岁的时候 生孩子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说 他的老公是功科 是理科 是根本 一向都是唯物观念 是反对基督信仰 反对任何迷信 但因着这个太太的敬虔 他在圣结的生命 而被感染 在圣灵的工作下 他信了耶稣 他今天成为牧师 他太成为师母 而是敬畏上帝 所以他的题目就是 直教生死相去 在节目里看到活生生的见证 上帝有能力 上帝有主权 上帝的工作就是神职 上帝的工作就是神职 我们发现 这位的师母 他在癌症的时候 他不单止有膀胱癌 他的血液里面有一种抗体 是令到他流血不止 和有膀胱癌在他围存 但是 神可以胜过这一切 在整个流血的过程里面 他带着喜乐的心 是死如归的心 他说天父我何时会见你的面 但是整个人很喜乐 接近他的弟兄姊妹 未信的朋友 全部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人 在苦难的里面 都这么喜乐呢 甚至我们最近和师母 带着带着女儿去班符的地方 他已经有点子妹 为他预备了班符的地方 里面一个地方 给他免费退休 但很奇妙 就是当他有癌症的时候 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看圣经去祈祷 但在癌症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停过去传福音 在他手术 没多久 他就已经立刻 一个星期 突然没有见他 马上下个星期 就站港台 就要宣讲 癌病要起落 他要讲这个信息 你发现一件事 他不是讲 关于上帝的事情 而是他将上帝的真理活出来 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胜过死亡 所以鼎姐妹 你发现 原来我们为什么要忠心呢 因为上帝是真实的 他的福音是无价的 见到神来院过去里面的院长和福群牧师 有没有人想过 一个院长 一个西人 去翻译这么多青年性歌 而今天成为生命盛事 当他晚年的时候 住在美国 一架拖车 大家知道去到美国北美的时候 有些车是好像厨房 好像一间屋 你便跟着他到处走 是一个破烂破旧 没有水电供应的一个车斗 那就是他人生的终结 一个这么简朴的生活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我和秘名仪 有些人叫她废名仪 秘名仪 香港的女高音 跟她聊天的时候 就发现 为什么她这么喜欢见到神学院呢 是因为生命 影响生命 今天我们经常说 如何去帮助青少年人 不要沉迷打击 我们今天又说 我如何才令人归主 带领家人信耶稣 怎么可能靠你几句的叮咛 这个理性的讨论 一定是生命影响生命 好像我们中间 Simon 遲些和我们在元朗大会堂 去讲见证 我们有报道会 爸爸Marco 回到外见佬 我记得去年 之前他坚持不信耶稣 但是去年的父亲节 信了耶稣 每个星期回到团契 崇拜等等 妈妈也太太也信了耶稣 最近师母太太也信了耶稣 最近师母太太也信了耶稣 一家几个人 上个星期日就在那里拍照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那个人很深硬 他不会信耶稣 我们少看了 保罗在第一章 《罗马书》所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徒 我家是共产党的基地 每年12月1日 我们一定会升旗 我们的旗桿很粗壮 很确定 我小时候已经要升旗禮了 白毛女 毛泽东选择 选择 选择 雷峰 人民马步 是这样去长大 但你没有想过 不单止我们全家信主 都是我仲一弟弟 现在都是在舞蹈 但是我们 连我弟弟弟 弟弟 阿女也信耶稣 爸爸妈妈 都是我大的信主 弟弟也是我大的信主 甚至是这样去拯救 一些失丧的人 我爸爸 在两个癌症 很严重的时候 他说 当我癌病的时候 有谁来探望我呢 只有基督徒 我不懂的基督徒 他关心我 我认识那些 只是来到我家收会费 他说 很大对比 于是他把心一画 就相信耶稣 连我国内的 亲属 都很震撼 我大高都很震撼 为何这个人会相信耶稣 当然 苏牧师也很震撼 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 我拼几句 他说耶稣我是世人 我说耶稣找我笨 但是苏牧师听不到 因为他在外面教书 教我三年 所以他后来跟我说 我没有 我真的跌眼镜 怎可能你会相信耶稣 怎可能你会相信耶稣 怎可能你相信得这么好呢 还要做同事 只有我一个是做同事 学生 在历史上 只有我一个是做同事 他看到神的工作 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 他那时候没有电邮 没有WhatsApp 是邮简 他寄了邮简 他寄了邮简给我 他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 福音能够使强道变全道 百分道友变成社会良友 我想想我都没有急读 我是几乎强道 因为我每天的 不是工作的 每天的嗜好就是偷野 偷番薯 偷鸡 偷荔枝 偷荔枝 偷石楼 什么都偷 总之就是 偷老虎机 各子机 就是澳门那些 赌场那些 那些钱 几乎有警察上来 有看色情的东西 电影 刊物 各方面的事情 又有人开视频 即打架 又十八罗汉 又拜偶像 又学神打 又 总之就是 未养鬼仔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其实我身边的人 不是在监狱 凸颈 即死了 就是打架 被人捉了 以及去了黑社会 全都闻了身 除了我 我看到他们玩神打 很开心 看到他们 懂得跳 由这个 沙僧 那个 孙悟空 很羡慕 我还去参加别人的 有一个 农场改装 成为一个 学神打的地方 我就学别人 念那些咒语 一蹬下地 就会上铜身 就会很厉害 刀槍不入 学下的时候 又上耶稣 所以没有学到 我学打麻雀 要成为 雀术高手 在街上 买那些麻雀入门 他专攻麻雀科 但最后 都相信耶稣 所以没有继续 尽心我的 着術 所以 我发觉 一件事就是 神就是要我 在过去的里面 那个经历 每读两年 才升一班 英文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学科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回家 不是回家 不是回家 最重要是聊女生 要有人打架 和赌钱 一穿着校服 一放学 就去对面打机 但是全部 松育师都不知道 其实不是自己 聪明 而是上帝在一个 烂的水果里面 去收拾一些烂的水果 上帝在垃圾堆里面 去收拾一些垃圾 将它循环再造 神在困堆里面 去提拔贫寒的人 我今天成了何等药的人 都是神的恩所财成 其实那麽多后书 和那麽多前书 中间应该 如学者所说 是有一封流泪的信 不过不见了 所以有些学者 就认为 那麽多后书 是等同于流泪的信 也有些学者 绝大部分的学者 认为 中间那封信 是不见了 流泪的信 是不见了 那麽多后书 是讲保罗 他讲述 他在前书里面 所提到 担心 这个教会里面 很多纷争 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离开主导 很多人制关系的复杂 破损 他很担心 于是 他就写了流泪的信 但是 他有很复杂的心情 又担心自己的语言 太沉重 吓到一些顶子会 但另一方面 他确然是有一些 很顽皮 很背道的 一些顶子妹 是很高举自己 很不听话 的一些顶子妹 他又很想 去给到他们 一些教导 甚至责备 所以你发现 学者们都认为 那麽多后书 包括今天这段 经文第五章 其实是讲保罗 很复杂的心情 不是一个系统神学 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 去表达 他里面 木会里面 那种的 召集那种的 牧养心肠 那种维护的心肠 那麽多前书 那麽多后书 是表达到 保罗 对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的特点 就是很多因慈 这个教会的问题 在道德上 他们会取继母 有淫乱 高举自己 有钱的人 不喜欢跟贫穷的人 走在一起去享受 那个外言 有钱的人 很快去 最快的速度 吃光那些最漂亮的东西 然后呢 是让到贫穷的人 很迟先放工 来到教会里面 在性餐前的外言里面 没有什麽可以吃 本来就说 为什麽你们当中 里面守圣餐的时候 有病的 甚至有死亡呢 这个是上帝的惩罚 因为你们根本 没有一个好的态度 来去侵托 那个圣餐 圣餐是严肃的 是耶稣基督的 那个的身体 是纪念祂的身体 为我们抹开 是纪念耶稣基督的 补血 为我们倾留 是一个很严肃的聚会 我们必需要合而的态度 保罗是这样去提醒 哥林多教会的顶子们 保罗是被 哥林多教会 某一些信徒的头目 去批评他 其貌不让 小腿弯弯 是一点都不像仕途 甚至认为保罗是假的仕途 但保罗是真的仕途 他说 其实我不需要像假教师 那样去买一些推荐信 来周游不同的城市里面 厄厄片片 去骗取信徒的金钱 和赞赏 和为土福 去果福 来娱弄一些顶子妹 保罗的战讯 是顶子妹 好像父母亲一样 其实子女就是父母亲的战讯 保罗说我何需战讯呢 所以梁教人牧师写了一本书 他的战讯是讲述到百多年 一百多年的建徒神学院 每一位的校友 都是神的战讯 所以我刚刚在建徒的开学礼里 我都有说 每一个名字都很小 因为太多人 大听姐妹在恩福元朗堂里面 可能你的名字都未必很大 因为太多人 大听姐妹在恩福元朗堂里面 但是你是很重要的 不可取题 不可划决 You show your need 你是独特的 是神所简选 神所创造 神所呼召 你在家庭里面 就是神福音的使者 你在职场里面 就是神福音的使者 你在社区里面 就是神福音的使者 当你搭上风车的时候 你要记住 是元朗堂的战讯 是上帝的战讯 你陪那些新来宾 来到教会的时间 你就是神福音的使者 信耶稣之后 曾经透过福音车 来这里信耶稣的人 即将会成为基督的战讯 将自己推荐给自己的儿女父母亲 可能那些居民 只是中转房屋里面 住很短的时间 然后上公屋 上公屋 可能将来又继续 儿女又会住私楼等等 所以陈剑光博士跟我说 谁是基层呢 一个家庭里面 什么层都有 那你叫他什么层呢 个个都是神所真爱 我们不需要有色眼镜去看每个人 保罗就是带着一份木样的心墙 来到他写干不多后书 他之前那封信 叫提多带去 它是一个严厉贼备的信 所以他很焦虑 等一下会如何呢 会不会受得到我这么严厉的提醒和贼备呢 后来提多告诉他 OK 好多艇船会都OK 接纳了你的劝告 所以保罗才稍为释坏 这本书 究竟后书是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 受苦 什么为主受苦 什么叫为主受苦 第二就是捐献 奉献金钱的态度 第三 是作为神的仆人 我们侍奉的权并 和特质在哪里 如何去侍奉呢 但比起保罗其他书信 刚才提到 就是你发觉保罗是 好像很乱的心情 来说出那种牧羊的情怀 你想想 我昔日写情信给我的太太 对不起 当时是我女朋友 即是现在的师母 她都嫌弃我太过系统神学了 我当时每一句都 都几乎带着在基督类 在基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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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香港 跟她拍拖 我都会送三色的花 代表圣父 圣子 圣灵 但原来是不受乐的 后来我就上网了解 究竟红色代表什么 粉红色代表什么 是什么颜色代表什么 原来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不要乱送 更加不要送菊花 对不对 其实我是帮那个执事 一个教育的执事 一个男生 她一向都在大陆住 未来香港 只有爸爸在香港 所以她是做地盘 做方文 就是做工程师 那哪有女生 教她如何拍拖 所以有一天 她就跟我说 牧师 我的女朋友不喜欢我 我追不到女生 我失戀 我问你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 她说我那天送花给她 她也接受不了 她也骂我 为什么要送花给她 她说是什么人 花都不收 女生不喜欢花是什么 接着我跟师母问她 送什么花 她说菊花 难怪你女朋友不喜欢 我说菊花不是这样送的 不是那个折旗 不要亂来 但她今天会送花 为何呢 她去了我们的恩爱夫妇 对了 娶了太太 又不是子女 有两个 很敬虔 很爱主的弟兄 在另一个报道会 去做执事 丁姐妹 原来男生 都需要教导的 其实我们应该去开 一些婚前辅导的科目 对吧 以前我们在恩福中心 都开了几十年 还有夫妇营 所以如果去了ML1的人 我直入识广告 如果你去了ML1的时候 你要记住 现在还有七个位 你快点报ML2 夫妇进心形 否则两年之后才再开 成个恩福 珍惜这个机会 让夫妇同心 同行在灵里进心 在2002年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 在中国大陆 那个老公 受不了吵架 就走来香港 走来香港做什么呢 散心 散心经过很久 老婆也找不到她 同年五月 这个太太身怀六甲 即是有新人 四处打听 就知道老公来到香港 于是她立即 双情症 就来香港 希望固培 结果 老公就找不到 同年八月 在香港就去旦下这个小朋友 但很可惜 新闻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妇人被人 骗财骗色 很可怜 喊架 原来可以发生这么多事情 所以不要小看喊架 我今早在神祖会里面 常常都有分享 她说 听到一个新闻 用风水 希望能够令夫妇恩爱 结果 以刀相见 持刀面对自己的陪偶 风水怎么会帮你夫妇恩爱 还要拿刀出来 那就是不行 所以弟姐妹不要靠风水 来帮你的婚姻家庭 不要靠风水 不要靠刀 来给此伤害 企图建立你的家庭婚姻 反而你要用神的话语 有人说夫妇关系 就好像人的血液循环 身体的血液循环 如果你不循环的时候 身体的不够健康 所以 为什么要分外情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伤口 夫妇的关系里面有伤口 很容易就有分外情 所以其实分外情 必须有拉力和推力 如果推力比拉力 那你就容易有分外情 如果我们身体有伤口 就容易被细菌感染 为什么同样都是 COVID-19 有些人这么久都不中 有些人中完又中 可能和身体的抵抗能力 有些关系都不一定 虽顶姐妹 今天你如果看电视的时候 有时间不中 我留下电视机 发现有个中医节目 我说什么呢? 其中一个词我都挺有趣 我觉得 他说自味病 什么是自味病 原来就是固本培育 就是说 其实最好的中医 就是帮你的身体 强壮起上来 虽顶姐妹 今天 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 扎根的时间 你的属灵的生命 强壮起上来的时候 你就有能力去面对 各种的试探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 为什么我们带他 回来儿童主学 就是让他至少明白 圣经的道路都不会偏离 不要以为他要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才想起教会 而是当他未出生的时间 你就要为他祈祷 你生他的仇者为他祈祷 直到他出生 建立家庭崇拜 不只是带他回来教会 而是将教会带到他家里 在家里建立一个祭壇 祷告、敬拜、唱诗、赞美神 一起风雨同怒 开心和不开心 和子女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祷告 这就是神给我们今天的使命 17-19节是说到 原来保罗叫我们在基督里面 进到基督里面 因为人是没有能力行善 立志行善由得我们 第七章罗马书 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 谁能够救我脱离取死的生命呢? 保罗说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 原来说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 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 就能够在生命中得胜 有能力去走第二里路 像我自己的见证 要做家务做到家人 不要义事不做 我今早也是拿过急程机出来 我昨天也和女儿一起收拾房子 因为她有些大学的同学来家庭 每一次儿女有任何家庭 或者我们自己有家庭 我是必定的参与做家务 有时候要接婶子回家 有时候晚上晚上 女儿晚上晚上 你要接她 等姐妹 就是将信仰变成你的生活 保罗说靠着自己不能够得胜 曾经香港有十五万个隐蔽的青年 他们每天的工作做些什么呢 吃饭、打机、走来走去家里 跟着睡觉 再吃饭、再打机、走来走去、再睡觉 再吃饭、再打机、走来走去、再睡觉 但你看到我们今天AV后面那些 全部十多岁的青少年人在做AV 给他们一些掌声 可能很快就看到第六队的Praise Team 在我们中间大师敬拜神 可能有儿童士班 你看到原来侍奉上帝可以一岁到120岁 或者130岁、140岁 神决定 无论什么年纪 你跟神说 只要上帝给你有健康、有精神 你就侍奉神 好像雅各一样 圣经怎么说 扶着帐头敬拜神 扶着拐掌都要敬拜神 你今天有没有扶着拐掌? 如果你有的要敬拜神 没有的你都要敬拜 更加要敬拜神 以前我初十五就庄香 敬拜十八罗汉、观音等等 但这些帮不到我 有读书的能力 掌进的能力 但当我信耶稣基督之后 脱胎换骨 挑灯夜读 带我弟弟一起面对会考 挑灯夜读 动高床板 努力的奋法 后来神也让我去外国进修 来一直成长 读书 以前我不喜欢读书 但神就要改变我的生命 他带领家人信主 所以我最近也在大湾区里 带我去弟弟姐妹 家里三个人信耶稣 用客家画 我就重新去下转客家画的软件 学我和师母 学习客家画 虽然我们懂得说少少 都是五六成 还有几成不是很记得 又要上网 又要学习客家画 为什麽呢? 传福音 我其实也没有 普通话 人们说可以 我说你多些传福音就可以了 不懂就讲到懂 没所谓 以前我也不懂希腊文就学 希伯萊文就学 什么都学 英文就学 最重要是为什麽呢? 就是为传福音 为了建立神的教会 为了传扬神的救恩 十七节 本来说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 就是新造的人 是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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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新的创造 即是以前我们是无虫 但现在变成蝴蝶了 以前我是一个专门 尿女仔 看色情的东西 去和人打架开片 偷野 学一些迷信的东西 但当我想到耶稣之后 我就去奋法 去努力读书 去装备 去服侍人 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里面 有百多个小朋友 主一学 有很多年轻人 青少年人 甚至大尊 很多人回来 周末里面 你看到水舍不通 第一天不是这样 但教会越来越多人回来 为什麽呢? 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传福音 很多人 青少年人 我们叫他们 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 我们低价入课 那些书包 Dotter Kong 之类那些 然后呢 当他政家 不是政家的时候 是 无论什么情况 九月之前 我们就送书包 文具 给一些穷苦的学生 目的就是 我们要叫人 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 以前我记得 我有个校友 曾嘉宾牧师 我看到他回来见度分享 他在加拿大木会 由太阳能发电 当时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 他说 传道仁义的四德 也是福音巴士 我们开课的时间 我们就是 做了一个福音巴士 神学院的老师很奇怪 为什麽这个年代 还有福音的车 就来探讨我们 今天有不同的教会 大教会 都来这个地方 他说 很奇怪 为什麽你们的教会 会这麽温暖 于是他来到 又抄了 抄了之后 就告诉我 很不好意思 我抄了你们的东西 我说 神的荣耀 其实是弟兄姊妹的热心 我昨天在报道会的里面 听到来两次的 礼拜堂的年轻人 的夫妇跟我说 他说 为什麽你们教会 这麽温暖 为什麽 你们这麽多人 将他侍奉神 是因为 弟兄姊妹你们 很爱上帝 那首诗歌 把冷幕变成爱 我去到神学院 我就是讲 《路加第十章》 那个很撒玛利亚人的例子 那个律法师问的问题就是 谁是我的轮蛇 耶稣矫正矩的问题 不是问谁是你的轮蛇 而是当你见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成为轮蛇 亲个顶姐妹 可能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轮蛇 可能你的兄弟姐妹就是你的轮蛇 可能你的同事就是你的轮蛇 可能你的朋友 甚至敌人就是你的轮蛇 你愿不愿意去关心他们呢 好了 保罗讲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十四节 激励是什麽意思呢 有一个诗经学者就说 好像乒乓球那样 它凹了 打到凹了的时候 你放到热水盆的地方 很快就凹的地方 会怎样呢 会涨发 这个就是constrained 就是 基督的爱会激励我们 叫我们有能力去侍奉神 亲个顶姐妹 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 去侍奉上帝 走第二里路 关心家人 而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好像冰箱波那样 凹了 在热水的地方 它很自然会涨回 凹了的地方会涨回 有些诗经学者说 什么叫constrained 这个激励呢 就是四砰墙一路向着你走 你走到哪里 你只是向上走 那叫激励 有人说 什么叫激励呢 就好像三重天的经历 是一个奥秘 是上帝提升我们和神的关系 亲个顶姐妹 今天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来活 亲个顶姐妹 要听他说话 去关怀他 去陪伴他 是这样带他们逐个逐个信耶稣 所以人信耶稣 未必是听了你一些大道理 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去看到神的工作 你过去一条毛虫 如今成为蝴蝶 第二是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为罪 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老师巴伯博士说 这个负罪制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负罪制 就能够勾销上帝对罪人的愤怒 我再说一次 什么叫负罪制? 负罪制就是耶稣基督是负罪制 负罪制代罪的羔羊 当他被挂在木头上受律法的咒座 神已面不看他 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成为罪 所有律法的咒座全部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神使众人的罪业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要为他活 这个负罪制就是 勾销了上帝对你对我对罪人的愤怒 于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恩信而被称为义 被称为无罪的人 今天你和我好像玉一样 结白无瑕疵 完全完美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补血 买熟了我们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王子 神的公主 完美无瑕 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 替我们成为罪 所以今天我们恩信 清义这种的恩典 完全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所以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应该怎么做 为他而活 天父祢祝福我们 让他们能够一生一世 就是这样让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让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为我们复活主 主要我们愿意为你而活 在家庭里面工作的地方 职场的地方 社区的里头 在教会的里面 神啊 我们就愿意为你而活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大能 主要我们愿意为你而活 弟兄姐妹今天听到神的话语 你觉得神的话激励了你 耶稣为你死 你愿意为他活的 请你举手来 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今天弟兄姐妹 很多 如果你今天听到神的话语 你以前都是信耶稣 但你未将你生命的主权 全部交给耶稣基督 你只是接受耶稣做救主 但还未做你生命的主 你今天愿意耶稣基督做你救主 并且生命的主 一生去跟从主 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请你举起手来 我说你祈祷 多谢主 神你都见到很多 求圣灵为这些顶姐妹 举手的顶姐妹代求 给力量给他们 为主而活 主啊 祝福他们 给他们将来在天上高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有荣耀的冠练 但在今生里面 为主多结果子 兼顾我们的信心 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 荣耀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灵 阿们